男子团体决赛由中国和南斯拉夫两队进行 第一盘陆元胜对斯蒂潘契奇奇 陆元胜面对抢手毫不畏惧敢打敢拼 但以十比十五落后的情况下 陆元胜沉着应战 把比分一直打到二十六平 第三盘 许少发对舒尔贝克 许少发赋予舒尔贝克 第四盘 李正舍对斯蒂潘契奇奇 李正舍打得积极主动 以快速主动进攻 压住对方反手 李正舍以二比零胜斯蒂潘契奇奇 第五盘 第五盘 陆元胜对舒尔贝克 陆元胜以二比零胜舒尔贝克 第五盘 第五盘 李正舍对舒尔贝克 大陆元 李正舍一 李正舍 4比3,中国队领先时,许绍发从斯蒂潘契奇对阵,许绍发主动进攻,先胜一局。 第二局,许绍发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,急起直追。 许绍发最后以2比0获胜,为中国队赢得了最后一分,中国男队获得世界团体冠军。 观众和各国运动员热烈祝贺中国男女乒乓球队,即1965年又一次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,同时获得世界冠军的双胜利。